頂層天台特色單位位於A座26樓A3室 實用面積為595平方尺 連255平方尺的私人平台 另外有570呎的私人天台屬三房一套的間隔 頂層單位層與層之間的高度高達4米 4米即是有13呎1吋 比起我們標準的樓層3.5米高了很多 別具空間感 因為住戶可以體造寬敞舒適的居住環境 設計師團隊是利用了項目背負主教山聯的優勢 考料地將大自然的景色和城市飯堯融合 打造出雙層戶外空間 令到眼前風景是一覽無際 好像現在這樣 眼前是一覽無際的 是兩層的風景空間 黑飯廳配置了落地玻璃燙接門 連接著私人平台 將生活體驗從室內伸展到室外 這就是平台 內外都可以用的 整個特色單位景觀開陽 一面可以瞭望萬家燈火 繁囂繁華的都市景 另一方面又可以飽覽主教山山景 亦可以很遙遠地瞭望獅子山一帶 翠綠山聯的風景 看造城市獨有的 Cinema of Nature 特色單位是佩爾很特大的天台 它跟下面的景色是一模一樣的 平台亦可以有個外置的樓梯 直上天台 這個樓梯 這樣就可以直接上天台 是不是很方便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個方便 屬於城中很罕有 超大的戶外空間 令到大家庭 或者是家裡住的人 是可以雙躍三五之幾 親朋戚友共聚一堂 例如可以BBQ 可以喝酒 可以朝朝去做運動 亦可以有很多的嬉器 所以這個天台 五百七十呎的天台 它的溶柱是很大 亦都令到生活的質素 是提升了很多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晚上 晚上的時候 你抬頭可以置身於 滿天星斗的燦爛夜空中 一顆顆星在你頭頂 你說是否很特色呢 晚上你可以享受 叫做帆圈都市中的 猶言寧靜的片刻 這個就是這個特色單位 它最特別的一個優點 就是你可以在都市裡面 可以享受一個這樣的一個景色 還有這樣的環境和空氣 咦?今天有沒有出賣? 沒有新日本 今天我想要去看我們下班的時候 看看收費的情況 還有大家的意見是怎樣 現在的費數 費數還是三百多 快到四百 未到四百 希望下班的時候會更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